古人他很多子孙是融合在俄罗斯人的血统里了 然后因为俄罗斯他的那个靠近东路这些人 他就是长得跟亚洲人没什么太大差别 就是这种中国靠北边这些人 他真的长得是非常相似的 然后他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比较包容啊 比较开阔 然后又非常感性 又非常深沉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咱们这边的你知道吧 然后他又很有力量 然后俄罗斯他因为他是一个战斗民族 他的这种战斗力 他一方面来自于这个 他一直来到来自于这个 我前面说的这个欧亚大陆这些民族 就是比较喜欢 非常好战的民族嘛 对啊 非常好战的民族嘛 然后他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来自于这个 就是蒙古人的 叫达达人或者什么都可以算上各个部落各个什么这个 远东 苏联远东的这些地方这些人呢 所以我 我就是看着他们也是挺亲切的 然后 因为北京嘛 我就北京人嘛 北京他原来就叫原大都 叫汉巴里 翻译成什么 汉语的话 然后这汉巴里好像是个突厥语吧 意思就是可汉的都城 这个意思 然后我反正我是觉得这几个地方真的是挺有缘分的 真的就这不是一个简单中国外国的关系 它是一个历史有共性的人人民在不动流动的这么一种形态了 然后刚才我给你弄的这个 这一段这个是一个叫 刚才我给你弄的这一段这音乐是谁呢 是是那个叫霍罗维斯 霍罗维斯演奏这个 你知道吧 霍罗维斯很棒的 他演奏这个很 很美的音乐 然后 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能够听到他的很多音乐 这老头是个苏联犹太人 他妈妈就是有音乐这种背景 教他嘛 然后他好像是六岁开始学钢琴吧 然后他就一路非常有天分 他就走到这个世界顶级的这个音乐的范围里面去了 他就说属于在苏联是顶级的大师 然后他谈肖邦啊 你知道肖邦 肖邦他 他是很有名的 他是那个有斯拉夫血统的一个就是波兰人了 有斯拉夫和法国血统的一个波兰人 然后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很有那种爱国情怀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苏联 俄罗斯他比这个波兰这种小国要强大得多 然后波兰他经常遭受这个列强的侵略 你知道吧 他经常遭受这个列强的侵略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波兰人呢 他也活的也不容易 他生活在这个苏联 俄罗斯以斯拉夫民族为主和 和那个日尔曼人 就是他们这个西边的德国 他活在这两个非常强大的民族 非常强悍的民族之间啊 所以他的生存也非常不容易 然后他越是这种小民族 小国家 他越是有那种很强的民族自尊心了 他是有那种非常强的 要独立 要抗战的这种 这种呢 怎么说呢 特质吧 所以我也是其实蛮佩服他们的 然后我听了这个 我就是觉得他 你看他里面特别的诗意 非常的诗意 真的就是 就好像行云流水一般 你作为一个远东人 你作为一个东亚人啊 你说你是中国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韩国人也好 你就觉得这种 这种很邪义的这种 飘飘 这种感觉就是 在中国的文化 在中国人的 这个天性里和 在白人这种 我就主要说是俄罗斯人 他也不算是纯白人了 他就算是欧亚人种这样子 在这两种人之间 他都有一定共性的 所以 所以我听了这个 也是挺有归属感的了 说真的 我是觉得挺好听的 然后他非常的诗意 然后有一种博大 你看俄国文学 他就是那种波澜壮阔 非常博大 非常 我不知道他可能算不算精神 他可能算比较粗糙吧 比较粗广 非常粗广 非常有力量 你看他 这打下那么大的底盘 那种森林 海洋 草原 就 他这种大的壮阔的景观 他都 他都 他都已经占到了 所以你说这个民族 他能不伟大吗 他 你就会感觉到 他民族里面有种很雄厚 很壮阔 很壮 强壮的一种 一种力量吧 所以一般人说这个俄罗斯是这个叫什么 战斗民族 说的真的是不 不假 他们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有战斗力的这种感觉 他就 他这种很有扩张野心这种 就很像蒙古人 很有扩张性 然后同时他有 同时他有亚洲的那种很 非常敏感细腻的感情 非常那种催人泪下的那种 那种失忆 那种情怀 对吧 所以我真的 我听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音乐特别的深沉 我听这 所以我听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听 尤其是这首 原来我弹过 这不好弹 但是弹好了也不 弹好了也不错 然后 然后弹好了也确实是很 很有感觉 就觉得特别的失忆 因为中国原来流行过一段时间苏联文化嘛 所以我们大家都对记忆有深 然后再给你听最后一首叫Skrabin Skrabin 这个也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著名的音乐家 这是一个练习曲 那个霍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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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人 是一个练习曲的一首歌 实在是一个练习曲的一首歌 有什么训练的一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